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好的接在一起的 那么这种情况它就是一个时间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像现在这个状态稍微偏短一点 我们写过去有可能会是一个虚接的状态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好 你看现在这个状态的话 它就有点虚接的感觉 好 我们要的是时间 所以说应该是这样一种感觉 好 我们在写的时候就要注意到 这一笔可以把它写得更长一点 可以用下面这个横画的线条 去把手笔多余的部分给盖住 好 再来看下一个笔画 下一个笔画和上面这个笔画 它们的这个线条走向是有一个区别 这一个它是往上拱的 下面一个横它略微的有点忽印 对应起来往下 好 然后下面有一个口字框 这个框的搭接方法呢 搭接变化它就更丰富一点 好 你看我们这一个竖画 这个竖画它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一个 带有一个弧线的竖画 好 看这一个横和竖的搭接关系 好 我先写好 你看 这个竖和横它是什么关系 是竖画这一段 把横画的旗笔给盖住 那么这种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 叫做这个竖盖横 好 我们再来看 这边这个竖画和这个横画 这个收笔它的一个关系 依旧还是这个竖画 盖住了横画的这样一个收笔 那么横画收笔和这个竖画 起笔这一段的关系呢 它是有一个虚接的关系 它没有接得很实 没有像左边这一部分一样 像从线条里面长出来的笔画一样 这个呢它有点断开的感觉 只是有一小点笔画 只是有一小点笔画 粘连到一起 这种我们就可以把它叫做虚接 好 下面中间这一个横 中间这个横起笔 它是断开的 收笔又是一个虚接 起笔这一部分它没有和我们写的这第一个竖画 粘连到一起 那么这就是一个断开的笔画 好 再来看最后一个 再下一个横 这个横画呢 它是左边相对要实一点 右边还是一个虚接 右边呢还是这个竖画盖住了横画 左边呢这关系就会热一点 左边感觉两个齐笔的齐笔部分是接到一起的 好 再看最后一个横 最后一个横呢它就没有这个搭接关系 只是我们要注意到它的一个位置 然后还有它笔画的一个走向 好 然后我们看这一个长竖啊 长 这一个长竖的话 它前半段它是有一个斜度的 你看我们这上面的这个树画 它基本上和横画成一个直角关系啊 这是比较正的 好 那么这一个呢 它就略微带有一点斜度 好 再往下走 就右边正了啊 线条相对较粗 好 这一部分又变正 好 再来看这边的这一个点 本来我们写这种纳画啊 这种应该是一个斜钩对吧 但是呢 这个地方它把前半段变成了一个斜点 好 和笔画是接的比较实 好 然后接过来之后 这一个笔画也是接的比较实 好 再看这上面这一个点啊 这一个点还是一个时间 好 时间的话 我们就尽量把收笔写到下一个啊 要接 要搭接的笔画 好 线条里面去 好 注意到这一个笔画 它的一个提按关系啊 中间部分是要提笔 中间是要提啊 两头 两头要按 中间提 好 你看我们这一个字横画和树画 它组合的比较常见的啊 就是一个树盖横 然后一个须接还有断开 啊 时接 它基本上是用到了 所以说它整个搭接变化的话是比较丰富的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还是十六页啊 载字的上一个字 这个意字 这一个字呢 我们看一看 也可以同时看一看这个偏旁啊 偏旁的写法 这个偏旁的话 它有一个撇画 一个短撇 这撇画呢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提画去写啊 就由下往上啊 行笔 这样一个感觉啊 就不用从上往下这样来写啊 从上往下写的话 就没有这么顺啊 写法啊 再看一遍 逆风 反方向走啊 往这个方向来 逆风过来 好 往下切一下笔 往上顶 好 再往这个笔画的走向行笔 最后再慢慢的提起来 这提笔的速度和你行笔的速度是保持一致 太快了也不行 好 接着我们来写啊 把这个笔画写上 好 我们来看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断开的 它这个短撇和这下面一个竖画它是断开 然后下面这个竖画的话 回忆一下啊 它是一个带有弧形的竖线 好 至于字贴上这一部分显得特别的粗啊 那这个的话有可能是残破啊 因为它本来是一条比较细的线啊 突然中间看起来很粗 那么有可能是残破啊 我们可以通过去找字贴其他的偏旁去对比啊 比如说上面这一个也有个偏旁 对吧 那这一个竖画的话 整个线条它看起来过度就更加自然 它不会中间突然就很粗 但是呢 这个偏旁它上面这个撇画就显得又是一团啊 像这个呢 它肯定也是 撇画在这个 呃 撇画它是有一个破损的情况啊 那下面这一个撇画呢 它是整个比较完整的 那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偏旁 组合到一起来看 好 接下来 再来看 右半部分啊 像 涉及到这种左右结构的 我们都要注意到它中间这一个空间 好 第一条线 略带往上走的一个弧度 第二条线 略粗 油粗 提细 那 比第一条要长一点 好 这中间两个短数 起比都是十阶 都从这个横画的线条内部起比 然后往这个收比方向行比 好 再下一个横画 你看 我们下一个横画的话 它和上面两个短数的收比是什么关系啊 和这一个我们可以看字帖和第一个短数 它是一个十阶啊 还是接到线条内部的 第二个短数呢 它有一点虚接的感觉 甚至有一点像断开的感觉 就接的比较少 第三条线啊 它是最长的 这种关系 好 接下来再看中间部分 这个日字 日字 日字 这个字 首先找好这个起比位置 好 第一个搭接关系 断开 好 再看这边 字帖上它仍然是断开的 那我们在写的时候 在淋漠的时候就可以给它处理一下 一般情况下的话 我们不会两边都是断开的 像这种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靠得更紧一点 就让它变成虚接的感觉 那整个写出来 搭接关系更丰富 好 中间这一个横 起比断开 好 说比字帖上的虚接 好 我们也可以给它 接实一点也可以 或者说直接断开也可以 好 这个地方字帖上 它是有点像断开的 好 两边都可以是虚接 如果你想让这个字看起来 空间更空灵一点 好 更透气一点 你可以选择多两个断开或者虚接的 只要不是全部 不要全部都是断开的 就可以 全部都断开的话 会让这个字显得很散 结构松散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字 十二页 我们看一看这个 乙字 乙字它有一个搭接方法 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它是横盖住竖 而且盖住了很多 这边这个口字 这边这个口字 看一看 好 这个空留得也比较大 横 横和这个数 它们这一个起笔 中间留了很大的空 好 这一半呢 又是一个接的比较实 这边又是实接 这边是断开 它虽然说一共就这几个笔画 它很丰富 好 这一个 这一部分有点虚接的感觉 好 横盖住竖 这个横呢 由细到出 和这一个 和右边这个竖画 相接的时候呢 接的特别实啊 就感觉整个线条是融为一体的 你看 一共四个搭接啊 它里面用到的方法 是很丰富的 好 这个也是左右结构啊 注意中间的流控 好 这次课呢 我们就讲这三个字 大家可以 下来再看一看 别的字的搭接方法 啊 再进行训练 啊